在中国东南部呢,有这样一个省份,它拥有4666万人,面积16.69万平方公里,2020年的GDP是25691.5亿元,比辽宁高,比陕西低,排第15位,但同时它也被叫做阿卡林省,这就是江西,甚至很多江西人自己都会自嘲,江西可能是全国存在感最低的省份之一了。 江西的邻居们,浙江,福建,广东,有钱,湖北,有武汉,还有黄岗,被黄岗事件虐过的人请打个一把,湖南呢,那就更不用说了,老主席,芒果台,谁不知道,那江西呢,江西的特色是什么呢?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江西为何缺乏存在感,以及缺乏存在感的原因又是什么。 为了防杠,我们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存在感。 存在感在我看来就是,我们平时在工作或生活中随口能聊到随时会听到的地方,而不是说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有多么的重要。 比如说延安,它在五国的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,但它现在却并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。 再比如绵阳,它跟东风快递的生产息息相关非常重要,但也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。 咱们说回江西,其实在历史上江西的存在感还是挺强的,比如唐松八大家,有三人,王安石,曾拱,欧阳修,他们都是江西人。 两宋时,江西发达的农业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草米赴税,而到了明清时,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更是享誉海外。 众所周知的,China最早的意思就是瓷器,还有我国古代四大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,它也在江西。 要能清楚现在的江西为何存在感这么低,首先就要搞明白,历史上的江西为何会如此繁荣。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,江西凭借着自己的地理位置,成为了中国古代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。 江西位于我国的东南部地区,北陵湖北安徽,南街广东,东陵浙江福建,西街湖南,可以说是整个东南部地区的地理中心。 在唐太的安石直乱后,我国的经济中心就开始难移,东南部省份的经济与北方省份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。 而江西人这个时候打通了从大鱼岭进入岭南的通道,从此不管是从中原出发还是从江南出发,想要更顺利地进入岭南,都得走江西的大鱼岭通道。 频繁的上方往来和人员流动呢,不仅让江西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了江南最附属的地方之一,也让江西成为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高地。 除了前面我们说过的白鹿洞书院,江西还有另外三个本省内非常著名的书院,白鹿州书院,鹅湖书院,豫章书院。 可惜豫章书院这个名字被某些人渣给玷污了。 回到主题,发达的文化和教育呢,又为江西带来了政治上的强势。 杨颂时期,江西出了5142个进士,占了全国的六分之一以上。 明朝一共90个状元,江西占了18个,而明朝十大首府中有三个都是江西人,这些都是江西得以繁荣的深厚政治资本。 江西的繁荣来自于它重要的交通地位,而江西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交通地位的衰落。 在明朝时,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就只有一个,广州。 而在清朝的鸦片战争后,上海被强行开放,中国的贸易中心就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。 再加上天津条约里规定的,外国轮船可以在长江上自由通航,所以内陆的商品就不再需要从江西运到广州了。 他们可以直接一路沿着长江运到上海,不仅速度更快,费用也更低。 因此,江西的交通要道的地位顿时已落千丈。 然而,历史对江西的打击是才刚刚开始。 在交通上,一方面是传统商道的末路,而另一方面却是新的交通建设又总是很模型地绕开了江西。 1898年,张志栋提出要修建一条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。 根据传统路线呢,按理说应该就是从江西走,然后顺着大鱼领来修路。 但是,那个时候,湖南因为有着湘军打击太平天国胜利的功劳,所以说话更有底气。 再加上,线路勘探时,美国核心公司认为,在江西修建铁路会比在湖南更困难。 所以,这条连接内陆和广州的铁路大动脉,约翰铁路,最终就还是绕开了江西,改到湖南了。 而此后,约翰铁路给江西留下来的伤口就越来越深。 比如1957年通车的金广铁路,它是中国南北经济沟通的重要通道,对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巨大。 但是,因为金广铁路就是在原金汉铁路和约翰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,所以最终这条铁路经过了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,还是避开了江西。 正所谓一步慢步步慢,就算是到了现在,在全国轰轰烈烈的高铁建设中,江西也是到了2014年才有了第一条高铁,比隔壁湖南湖北的五广高铁晚了整整五年。 那为什么江西修铁路总是慢慢拍呢? 唉,江西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 江西的南面是南岭、大山、西边是井冈山、大山、东边是五一山、还是大山,也就北边的鄱阳湖平原比较平坦。 但是,鄱阳湖再往北,又是长江天险和晚南山西,简直可以说是四面为强了。 这要是古代用脚走或者坐船的话,没啥问题,但是一千车到修铁路,那江西的条件就确实没有隔壁的湖南好。 而除了交通呢,江西在行政区画上也一直有人诟病。 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,不仅和周围的省会城市比起来,它的人口和面积是最少的。 人口560万,面积7402平方公里,与之相比,长沙的人口是839万,面积近1.2万平方公里。 而就算是在江西省内,南昌的面积和人口也不是最多的。 赶州长住人口870万,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。 上饶长住人口680万,面积近2.3万平方公里。 南昌的长住人口只能排到第三,而且就只比排第四的宜春多了不到2万人而已。 同时,人口占江西的五分之一,面积占江西的四分之一,仅挨着广东的赶州。 它的GDP却只占江西的14%,上饶作为江西的第二大城市,却被景德镇和鹰潭深深地分为了两半。 宜春呢,失去太偏,导致经济实力还不如他手底下几个靠近南昌的县级石,而平乡则太靠近长沙了,导致平乡人其实对长沙会更有人同感。 而这一切就导致了江西缺乏一个中心城市,现在各省之间的人口、产业、资源和政策之类的互相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。 而没有中心城市的省份也就意味着缺乏话语权和竞争力。 所以如果一个省份想要刷存在感,那努力打造一个中心城市或者网红城市其实是一条捷径。 此时,成都、西安和贵阳三位两百表示同意。 回看江西呢,由于缺乏中心城市,就多次跟国家的重大战略无缘,比如说自贸区,从2013年我国首个自贸区建立以来,总数已经增加到21个了,江西周边所有的省份都有自贸区了,就唯独江西。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几个城市,却发现没有一个有能力拿下自贸区。 说完了导致江西缺乏存在感的交通和行政区化的问题,咱们再来聊聊导致江西缺乏存在感的另一个问题,高等教育。 江西的高等教育在他的一圈邻居中总体偏弱,江西有103所高校,但却没有一个985,只有南昌大学是个211,而其余比较有名的,比如江西师范,江西财经等,也是出了审就没多少人知道了。 所以江西就很难吃到知名高校带来的传播红利。 不知道看视频的各位,有多少人还没有参加过高考? 我呢,作为一个被社会凑过的过来人,可以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。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学校比专业更重要,一个重点学校的普通专业能给你带来的加成。 远比一个普通学校的重点专业能带给你的更多。 当然,为了防杠,我要再说一次,这是我的个人建议,如果有人觉得我说错了,那我说的就是错的。 好,回到主题,江西现在是没有985高校的,但是在历史上,江西原本也是有机会有985高校的。 1969年,珍宝岛事件爆发,中苏关系急剧恶化,而此时全国各大高校也都陷入了半学瘫痪,于是中央就决定对北京的多所高校进行战备疏散,而这也就是著名的京校外签事件了。 他们有的迁到了河北,有的则更往南,去寻找南方省份的接纳。 比如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简称中科大,刚开始他要去河南,但那个时候河南人多良少,担心养不起这个学校就给拒绝了。 随后中科大又找到了江西,但江西同样也养不起为由,拒绝了他,最后还是安徽接受了他,于是中科大最终在合肥落了脚。 现在中科大给合肥乃至安徽带来了多少收益,当地人肯定比我这个外人更清楚。 OK,说了这么多,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,无论是交通的变迁还是行政区化的问题,一或是高等教育的问题, 其实这些都是在历史的洪流下,江西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的选择。 所以要真正搞清楚江西缺乏存在感的原因,我们还是得回到历史上去。 江西民间有个说法,认为江西陌落的根源就在于鸦片战争,一方面因为列强打开了通商口岸,让江西的交通地位一落千丈。 而另一方面则是从鸦片战争后,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百年战争里,就总少不了江西的声音。 先是太平天国,乡军和太平军在江西打了热火朝天,把江西打了个稀巴烂,然后到了民国,江西又成了北伐战争的主战场之一。 再然后,国民党又对我党在江西的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军事围剿,最终逼迫红军开始了长征。 更别提,在抗日战争中,江西全省84个县市,有78个被日军严重烧杀掳掠,42个被严重破坏,24个就直接成了焦土。 江西伤亡总数超过50万,500万人成了难民,土地荒废300万亩,全省人口有2000多万,下降到了1300万以下。 一百年间被战争蹂躏的江西从富甲一方变成了赤地千里。 所以,元气大伤的江西不仅抢铁路抢不过湖南,等到新中国成立后,苏联的元件也没有太多给江西。 从1953年到1957年,苏联元件了中国156个工业项目,最后落地了150个。 这其中,湖南分到了6个项目,湖北分到了9个项目,江西只分到了3个,还全是挖矿的项目,没有一个重工业项目,也没有一个制造业项目。 可以说,江西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,就算开放之后,江西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走在了全国前列,在93年就建成了我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,长久高速,并且坐到了省内高速公路,南通珠三角,东街长三角。 但这造成的结果就是,江西老表离开江西,出去打工更方便了。 根据2017年的数据,江西有7.25%的人都在外打工。 我在环北京评论带的那个视频里说过,城市发展中的极化效应,也就是在纯市场的机制下,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交通越方便,那发达地区就越容易从落后地区吸血,而只有到极化效应的下一个阶段扩散效应发挥作用后,那发达地区才会反补落后地区。 所以呢,也许,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的那一刻起,历史的洪流就注定了要把江西推向今天这个样子。 其实很多时候,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的存在感强不强,并不会只看经济。 比如说到吃辣,我们会想到湖南和四川,说到羊肉,我们会想到宁夏和内蒙,说到高原,会想到西藏,说到梅老板,会想到山西等等。 这么看来,江西似乎真的就没有什么独特的标签,但事实上,江西人也可能吃辣。 而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王安石,曾拱和欧阳修,还有唐元明,黄金坚,杨万里和燕书,他们也是江西人。 江西的颇阳湖是我国的第一大带水湖,很多人都知道卢山,却不知道它就在江西。 而很多人都看到了东南沿海的富裕,却没有看到这背后三百多万背景离乡的江西老表。 我想,也许江西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标签去定义它,因为它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元的。 今年,干深高铁计划全线贯通,江西与广州地区没有高铁制达的历史将被终结。 而目前,我国还在规划一条浙干越大运河,这是一条连接了长三角、江西和珠三角的超级运河,比金航运河还要长。 当它建成后,再配合着干深高铁,那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将在江西重新建立。 到时候,江西作为小透明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吧。 我是立遗川,求关注,求三连,我们下期见。 好看视频,轻松有收获。